台水期结算 央行的里坚持会议的利率动向 都会是这个礼拜台北股市重要的观察方向 结束了联时一买 外资上周五卖超台股3.37亿元 另外在台取期方面 外资上周五大砍4253口的多单 未品仓多单仅剩下6679口 外资动向是观察重点 除了外资动向 本周雅谷聚焦在日韩大选 日本国会选举由安倍晋三率领的自民党胜选 将推动新一波的量化宽松措施 促使日元走贬 法人指出这将带动东亚股市新一波的资金行情 台股连带受贿 至于在南韩总统大选 法人则认为需要观察慎选者 是否延续现任总统李明博对北韩的强硬立场 如果双边关系改善 将降低区域地缘政治危机去和缓 有力推动亚股新一波的资金行情 除了日韩大选因素 大陆股市强谈4.3% 加上大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 市场如何解读也是关盘重点 另外要关注的是 本周三央行将召开李建市会议 市场预估央行贴放利率将按兵不动 而人民币业务核实在台开办 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同时台指起结算也是一项观察指标 对于台股后市表现也存证据预估 明年台股高点上看8400点 为外资圈当中最为乐观 各股方面则看好 F.E.A.D. 台积电 华硕 友达 联发科 等等10党各股 董事财经新闻综合报道